由肖战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也终于播出了 这部电视剧的热度也非常高 在首播当天就成为了全网络上热度最高的一部作品 也不枉大家这几年的等待 剧中男女主之间的对手戏也非常精彩 肖战在剧中眼角微红的样子也让观众们十分心疼 当然剧中其他几位男主的表现也很不错 今天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他们会收获怎样的结局 一 顾潇 虽然顾潇是顾魏的弟弟 但是两人的脾气秉性完全不同 顾魏对待感情很严谨认真 但是顾潇对待感情就比较儿戏 在顾潇的身边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女生 她是富二代 生活中没有任何压力 可能平时的乐趣就是追求女生 顾潇也喜欢在酒吧里边徘徊 因为这是绝佳的邂逅场所 也是在这里顾潇遇到了潇山 潇山这个小丫头也非常古灵精怪 刚开始也只是故意捉弄顾潇而已 但是顾潇逐渐认真了 她突然意识到 潇山和之前她所接触的那些女生 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可能这个时候的顾潇才发现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动了心 所以她总是想办法和潇山见面 两人之间的故事也比较曲折 潇山也曾纠结过 毕竟顾潇也算是劣迹斑斑 总觉得这两人在一起不会获得长远的幸福 二 少江 少江是林之孝在大学时期的男生 当时的少江心中虽然也有林之孝 但是他更在乎自己的前途 以及个人的成长规划 所以少江选择了去国外读书 这一去就是好几年 等到少江再次回来的时候 他也想要挽回林之孝 他开始制造各种偶遇 有时没事就开始主动约林之孝 但是林之孝的立场非常坚定 最后少江被拒绝了 当然少江的身边也有暗恋他的外国女生 只不过他一直都不愿意接受罢了 三 顾魏 顾魏是一个冷面医生 无论是在原著小说中 还是在电视剧中 这个角色都给人一种非常高冷的感觉 他出生于医学世家 父母从小对顾魏的要求就非常高 所以他从医以后 在第一次遇到医疗事故的时候 内心其实很难接受 他可能也是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 于是便想着要转科 但是这时候的顾魏遇到了林之孝 而林之孝就像是坚强的小草 在感染着顾魏 就这样 顾魏逐渐被林之孝吸引 他也决定不再转科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他和林之孝之间的感情进展也非常快 他们两人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 后来更是在少江出现以后 选择了迅速结婚 对于顾魏而言 林之孝就是自己的全世界 两人在婚后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期间虽然因为高细的存在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很快就解决了 这两个纯粹的人在一起 才会更加容易幸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